刚才睡的正香呢突然就感觉有人好像在敲我的车玻璃啊给我吓一跳 现在还听到外面有了个走路的声音啊走来走去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等了半个多小时啊现在也没有任何声音了 这回的话打算出来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这回的话手电筒也在这个身上 看一下这个手电筒还是非常的亮的 给这个窗帘给它扯下来 然后给这个麻给它扣开 这大半夜怎么会遇到小偷了吧 赶紧出来看看看看我的鞋子啊 鞋子的话还在这一块 这回来是从里面出来了 外面这个声音的话还是比较安静的 听到了好多空虹的叫声啊 看这个路面上一个人也没有 这个灯光的话蛮亮的 出来了之后呢就感觉冷兮兮的 对面的话停了一辆大车 那个车的中间是什么情况 好像亮这个红色的灯光 往这边来看一下吧 没有人啊 但刚才确实是有人敲了我的车玻璃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我的车的话就停在这 就我这一辆车 然后手电筒照一下 看一下我的车的旁边 没有任何车了 哦这个这个外面好冷 安静的有点可怕 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不踏实 刚才我在睡的时候就是动这边的 隔这边敲了两下 怕是啥情况 车子的话就放在这边充电的 安然无恙 目前来说还没有充满电 哦 到前面看一下 这边的话有一个大院子 院子的话是没有关门的 上面还亮着灯光的 旁边的话就是国家电网 里面是服务厅啊 灯是开着的 但是没有看到人啊 我在不远处好像听到这个狗叫声 感觉挺奇怪的 怎么突然就有狗叫声了 看这个国道边这是啥呀 丢的东西啊 路面的话也是潮湿的比较厉害 看看这个路上 一个人都没有啊 灯光都是亮着的 好多的蝙蝠 跟了灯光下 一飞一飞的 对面的话不知道是啥情况 停了好几辆车 看看这边 啥也没有啊 啥也没看到 这个感觉很冷 赶紧到这个车里面来吧 我感觉得帮这个东西给它摇上去了 虽然说是啥也没看到 但是感觉内心好吓人啊 很长时间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了 现在这个车门锁起来 还有这边啊 就我一辆车停在这里 非常的不安全 就怕遇到点事情 之前跟着别人 还有一个团队 是把遇到危险的话 还能大声喊 现在遇到危险的话 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是死马灯火马一了 现在给这个裤子 躺下来睡吧 等会儿再看看是什么动静 大约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啊 现在的话都快十一点多钟了 已经十点多钟了 这大半夜的 人的话可能是走远了 有可能是骑车过来的吧 但是我没有听到车子的声音啊 先来先睡一会 看看还会不会发生其他的事情了 刚躺下睡了没有一小会啊 又听到外面有走路的声音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现在的话我也不敢出去了 现在透过这个窗户看一下吧 确实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啊 也没有看到人 但是就听到了这个走路的声音 这是从哪传出来的 感觉怪怪的 前车也没有 好吓人啊这家伙 搞得我今天晚上睡不着了 这怎么办呀 窗户也是飘来飘去的 但愿今天晚上能平安的睡得着 睡得着觉吧 可算是帮昨天给熬过去了 你教事情早上七点多钟了 应该是平安无事了啊 现在的话打算帮这个窗户扯了 下来看一看啊 哎呀这里还扣上了我都忘掉了 手电筒还在这里 哎呀看看哇 这家伙谁的车醒了 咱也没动啊是吧 哎呀出来看一看 啊东西的话应该都在啊 东西也没有手 不可能拉我的帐篷吧 哎呦在这个地方待了一晚上 这么多灰呢 哎你看这是什么情况 哎谁按的点的吗 还划了一个痕迹 然后看看这边 这边你看像个手印这样靠似的 像一个人靠在这按了几个点子 嗯可能是这样可能这样推了一下我的车像这样 嗯奇奇怪怪的 那这个门应该是没打开我这个门是坏的不可能打开的 那这里的话也是脏兮兮的好脏了 好多灰啊 路边的车也是非常的多啊 今天雾买买的 在外面转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啊 除了这个后面玻璃这一块啊 有几个手印 其他的话就啥也没看见了 有几个手印可能是昨天晚上有人过来 可能想从后面偷窥我的 但是我贴了这个膜跟这个窗帘的话都看不见的 嗯昨天也没休息好啊 就会打算睡个早觉啊补个觉啊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